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边赶集 我买牛腩了 准备炖萝卜 拔萝卜 我来拔 好 这边拔 我来这边拔 哪一个 看一下 叶子的萝卜长得挺好 现在叶子还很完整 可以拔 看到萝卜没有 这么大个了 你看 拔这个 这个萝卜叶子有点厕所 确实 我来拔 看你应该去让我过去 没关系 这萝卜挺好了 大个 你快点回去 现在把牛腩切小块 今天一斤是38 然后这一块 105盐 会比牛肉便宜一点 但是 煮好的话 也是挺好吃的 不比牛腩差 不比牛腩差 没有 不比牛腩差 很多朋友说我煮菜喜欢高压锅 今天还是用高压锅煮 我是觉得高压锅煮菜很快 这个不用高压锅 咬不动 但是要煮两三个小时是可以的 牛腩焯水 料酒 本来想着周末吃烤肉 但是今天太晚就接上了 就是那种五花肉没有了 所以才买这个牛腩 再洗一遍 再洗一遍 生姜 茶油 每次煮这个牛肉啊 还有鱼腩 加茶油感觉比较好吃 多加一点 多半酱 多大一点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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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再加多一点 炸鱼 鱼 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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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罐是我们自己炼的米酒 加一点 鲜油 盐 加点白糖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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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如果现在酸起来 我说这样可以吃的话 这麦馅就好看了 但是呢 我还用高锅煮20分钟 老板说这个牛压了很久了 要多煮一下 我定时20分钟 然后去打点芹菜 等一下牛腩这一锅出锅的时候 肯定很多朋友说不好吃 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挺好的 可能我煮菜的习惯 家人还是挺习惯的 我觉得挺好吃的 很多朋友分享就是高压锅煮完的菜 大锅再收拾一下 我有时候会想的就是太麻烦了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煮一锅 就是青菜一斤 所以那边煮熟了 它每次就直接吃了 每次就直接吃了 每次就直接吃了 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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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萝卜炖炖牛腩 看萝卜炖牛腩好了 尾巴 这样最喜欢的 萝卜 萝卜 好 冰糖 真的好吃 好吃 我没呀